所以看到世界很多的天灾人和战争 就基于我们的行为的反射 因为怨气太大 可能如果你有电子仪器 你去市场看到人劏鸡或者劏鱼 它那个鸡未死之前对眼 还有鱼未死之前对眼 就跟人的结构不同 我看这些景象跟它看不一样 是这么清晰的 让人更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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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它将多一莫杀那条鱼 或者杀那条鸡 它的神色就走出来了 神色很难形容是什么 就是它那个最终极的一个energy在这里 在神学说的叫灵魂 神学叫灵魂 它一走出来 它就超越了它的束缚 它那对眼就放一种元素出来 像是站在身边劏它那条鸡 都会给你做一个记号在这里 那只鸡射一道光出来 今天这班人杀我 那阵光芒是有颜色的 它根据它那个动物的心境 变不同的色素出来 一黏就黏住你 但你看不到它的光 就有一个记号 你看看这个仇怨很大 它去报仇 那怎样来整顾你呢 到你一路决策 或者想问题 那你那个杀业太重的话 就是这么多的贵人跟着呢 它干扰你那个大脑的神经系统想的 通常那些人说错事做错事呢 落决策错了呢 就有不正面的力量 是干扰你的思维的 所以很多年人 接触一些不好的朋友 又吃cooking 又淘酒吧 又晚上喝酒 到处走呢 他觉得很开心的 又看到人 他就有东西干扰他 一看到这些坏人呢 他当好人的 他自己不知道的 就是你那个冤架债主呢 就这样来整顾你的 即是说正面的电磁波 和负面电磁波 这个行为的信物呢 是跟着你的 所以那些人做的坏事多呢 那些眼神呢 又邪啊 那些动作呢 又异啊 所以就有诸内的认知我 总之他没有得罪你 觉得他很认真 那些人 就是视乎这样东西了 那既然间有这个 这个恩果力量存在 我们很难说 在世间避免了不吃生日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残忍的世界 所有的生命要靠吃其他生命去生存 那我们唯有呢 就尽量减轻 所以呢 就大家 不要亲手去杀 那些生命去吃 不要叫人去杀 你去到市场 会死了的 OK 不关系 即是不是直接的 即是我去到现场 买海鲜买盛 冰鲜鸡 湯定了的 OK 我都是属于清静的 他已经死了了 不要为你自己去杀的生命去吃 例如说我爸爸做大生日 那我要做乳豬全体买海鲜 那你希望爸爸长寿 那因为你去 慶祝你爸爸长命 那有一堆生命呢 就短命了 即刻 那你怎样可以求到你自己爸爸长命呢 你拿了人的一堆命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蠢的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呢 就要避一避 即是我们世间人 人在那个因果体呢 就说己所不欲物私人 你做一个行为 你反过来看 我这样对朋友 或者我这样对人 对方接不接受呢 那是通的